大家好 我是學長 今天的學長開箱為大家介紹一個問世期是已經蠻久的啦 始終一直是學長心目中入門款手衝壺首選的一把手衝壺 Smartly 正好最近Smartly也在推新的烤漆限量色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這把就是限量的粉紅色 相當的活潑可愛 這次就連經典款的玄鐵黑一起為大家介紹啦 玄鐵黑手衝壺是台灣廠商Smartly自主研發生產的手衝壺 兩年前它憑藉著黑色的烤漆壺身、木頭把手還有壺牛 以及非常適合初學者的控水設計 一口氣在台灣拓展知名度 也是學長非常推薦新手的一把壺 容量大約是550ml的中型壺身 相對於過去主攻大型壺的日本設計 Smartly當初就看準了比較好控水的 中型壺身設計 也開啟了台灣一波中型壺的設計風潮 接下來我們來看三個影響控水的重點 首先第一個短壺身和45度的斜把手 它符合人體工學自然來就很好控水嘛 一般斜把手的壺身就會比較長 你不能不把你的手肘抬高 因而就會降低了穩定度 那Smartly當初設計就是壺身比較短 那壺嘴在濾杯上方的時候 它的距離剛剛好會讓你的手肘自然往下 形成比較舒適的沖煮姿勢 就不用硬撐著手肘嘛 在給水的穩定度上就不用特別練就會很自然 而短壺身也讓給水的角度呢 影響會比較小 那壺嘴你把它抬高 或是放低呢 就比較不會有斷水 或者是爆水的問題 對控水能力較差的初學者來說呢 就是一個符音了 那第二點呢 適當的壺嘴的角度和長度 那它的給水就比較順暢不費力 那Smartly的壺嘴呢 做得很精準 那出水很順暢 那壺嘴低頭的角度會很好抓 一出水的水量代表差不多 就不會有前段你悶蒸的時候的給水 忽大忽小的問題 那壺嘴的長度也是適中的 那主要呈現的是中小水柱 那大家使用大水柱和點滴法的時候呢 它的轉換一樣是很順暢的 因此它給出的水柱呢 幾乎可以滿足大部分手沖手法的需求 不會過大或過小 對初學者來說的好處是 你正常給水 它的大小就是蠻適中的 不太容易失敗 就會提高你的成功度 然後第三點呢 就看壺聲裡面的 防爆水墊片 還有較低的壺管銜接點 那斜把手的這種壺呢 它的給水角度拍攝就比較大 基本上呢 給水到最後都不太會斷水 而Smartity壺聲裡面呢 又添加了一個防爆水的墊片 它可以維持水流的平均 那這550ml的中水量壺 一直注水到最後20cc呢 都能夠維持穩定 全程不會有忽然大水或是斷水的這種討厭的狀況 那它原本就是中壺形的設計嘛 它就輕了 你又可以裝更少的水量 不用擔心水流不穩定 那你減輕的重量喔 當然就更容易把水控制好 那以上三點呢 都影響了使用者的使用經驗 那部分限制 部分不限制的幾個細節設計 就展現出Smartity對使用者的理解呢 是很精準的 那以學校的觀點來說呢 很多壺把給水限縮的更小 然後更單一 雖然好像可以把穩定度提到比較高啦 但去減少手中壺的變化性和可玩性 那這把壺就沒有什麼壽命嘛 玩一玩可能很快就想要換壺了 那Smartity呢 在這點上還是比較精準的開放的 那你控水和可玩性呢都可以保留 那這也是一把壺呢 值得推薦的重要原因 那誰都不想買一把 只是玩了兩天就不玩的壺嘛對不對 那Smartity呢 學長用了兩年以後 仍然覺得Smartity 是中細口徑中最為好用的一把 好那我們現在來示範Smartity的 沖煮法 那我們待會這個沖煮法呢 會使用到兩種水柱 一種是小水柱 一種是中水柱 那大家也可以看一下Smartity在 給水轉換上面的 它的便利性 還有給水的穩定度 好 10克20克的粉 然後研磨度呢 是一般手沖研磨度 稍微細一點點 欸不用太細 如果你平常用4的話 可以用4或3.5 然後水溫是用90度 那我們準備開始 我們開始先做悶蒸 剛開始不用太緊張 你就自然給水給下去就好了 因為Smartity這把壺呢 它的給水的大小呢 你水給下去呢就這麼大 還蠻好控的 40cc 它的控水的穩定度還是非常的好的 所以你不要微微縮縮的 覺得給水不敢給 其實就自然的給下去 它的給水穩定度就很好了 那我們這次 先使用40cc的水量做悶蒸 然後悶蒸時間也是30秒 好 然後待會呢 我們在中心點一個指甲片大小的位置 那我們做中心注水 然後一直給到150cc 150cc 那我們用比較小的給水把填桿做足一點點 可以用比較小的給水 OK好準備 好準備給下去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給水的水柱的柔軟度 還有給水的 排水的狀況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這把手中譜它在控水上面 還是非常的容易的 可以看到我的粉塵是很乾燥的 對 好 那我們這次控水呢 控小一點點 那我們甜度呢 做足一點點 在一個指甲片大小的位置 移動就好了 好可以看到我上面的粉塵 會乾燥的狀況 這代表什麼呢 就是我的給水的穩定度是正常的 如果你給水忽大忽小的話呢 你就粉塵很容易就會淹水 好 給大家介紹50cc 休息一下 待會我們用中水 來繞圈圈 繞圈圈 那我們分兩段 好 準備 好 中水給下去 好 中水可以看到我的粉塵對不對 中間浮起來以後呢 然後慢慢的往外圍繞 不用太緊張喔 就正常的繞 到最外圍回中心 好 75cc 可以看到我的流速還是非常的正常 代表說什麼 我們剛剛在中間給水的時候呢 它的排速要被我們拉起來 所以中間一定要先給 好 第二段 好中間給下去 讓中間的粉塵浮起來以後 然後呢 再往外繞 這樣你的對流狀況呢 就會正常 那你的 客水來的穩定度呢 就不會悶悶的 就會清亮 好 總共給340cc 然後呢 這個就看得出來 前面是用比較小的水 然後做出比較多的甜 後面呢使用兩次中大的水 那 Smartly的控水還是蠻 蠻適合用這樣的手法的交叉的 那你也不用擔心說一口氣水會 點到太多 那基本上它的控水還是在一定的範圍之內的 你只要 稍微前後 調整一下壺爪的角度 就可以搞定了 好 那看完了Smartly的沖煮教學以後呢 其實可以了解說 一把好的壺 它除了就是給水穩定度要好之外呢 它在於小水中水大水的轉換上面 也要有一定的流暢度 不然的話如果你只能給小水 或者只能給中水的壺 縱壺呢 對於 我們都可玩性來說 都會有所 損失的 所以這也是選擇一把好的手縱壺 很重要的部分 那Smartly呢 就它在 控制給水的部分 還是相對來說 是比較有空間 但同時也讓出學者容易 上手的 也必進 它的價位 或是做工 或是它的可控性 確實都是比較好的 好 那我們今天的學長開箱就到此為止囉 那如果各位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底下留言 學長都會一一回覆各位喔 那如果你喜歡學長的YouTube頻道的話 也歡迎大家分享或訂閱 那我們今天的 節目就到此為止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拜拜